黄浦江与苏珠河交汇的地方有一幢灰色建筑 在外滩临次致比的建筑群中 它并不显眼 而当你踏进建筑内部 你一定会惊叹于它古色古香的卓越风子 它就是被誉为华夏第一店的浦江饭店 浦江饭店出名李茶饭店 1846年建于今天的金陵东路外滩附近 上海开捕后 随着外国人的增多 对旅馆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饭店创始人看住期间的商机 于1857年买下苏珠河北岸 黄浦江畔的一块荒地着手建造旅馆 1860年迁于新职的礼茶饭店 竣工建成 这是一桩两层外廊式的英国乡村式建筑 当年的礼茶饭店除了客房外 还设有酒吧舞厅等休闲娱乐设施 这里也成了中西文化交汇的舞台 早在1882年 申报就记载有西国头等马戏再次表演 而精调等中国戏曲也每每让洋人 谈美观止 我认为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大平台 也就是说这个饭店你要深究它的灵魂 如果跟它对话的话 你会感受到历史的脚步声 听到历史的脚步声 感受到中外文化一种交融 互相渗透 互相补充的一种 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文化氛围 1907年 连接宿珠河南北的外白渡桥正式建成通车 这也为理查饭店再度改建提供了良机 改建成功后的饭店 有着严谨的布局 精美的构图和高大的廊柱 里面竖三段的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形式 使它显得庄严而大气 在这一组拍摄于上个世纪早期的老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理查饭店改造后的风子 当年 这里号称是中国乃至东亚最豪华的饭店 因而吸引了众多名流政要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慕名前来 而喜剧大师卓别林 对这里更是一见钟情 喜剧大师卓别林 1931年首次入住理查饭店 1936年的时候 他刚拍完了《摩登时代》 和新婚的夫人一起密约旅行 经过上海 就在上海再度的入住了理查饭店 由此可以看到 卓别林成为了理查饭店的回头客 他对理查饭店的设施和服务是非常满意的 他是对理查饭店留下了非常深刻和美好的印象 如今 这些名人住过的客房 经过改造都被保留了下来 这是科学巨区将 欢聚的场所 上海解放后 理查饭店收归国有 1959年改名为浦江饭店 今天 站在浦江饭店前 回顾往昔的魅力是 要谁知道 几年前就有人提议 拆除浦江饭店 因为经历了百年风雨后 他已经如冒蝶老者 衰败不堪 拆还是不拆 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 住在这个饭店里面 不仅是来住个饭店 吃个饭 休息一下 还感受到一种文化的交流 还感受到历史 在他眼前的流过 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稳末 它留下了很多的足迹 你说把它尻掉 再造一个豪华的饭店 它根本就不是浦江饭店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缺新建筑 我们要真是老的建筑 建筑是城市文化的主角 那是镌刻着城市特性与记忆的书 浦江饭店既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衡量 也不能用银和时尚来改变 应该说对老饭店 或者是对老建筑的 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人们的认识是一个过程的 我们不可能想象 人吃不饱的时候 会想这些问题 但是随着 我这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文化的追求就越来越高 而且他也将会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老建筑 老饭店的历史价值 于是决策定了下来 改造浦江饭店 让老建筑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这是当年饭店大堂的老照片 抚养之间气势恢弘 今天浦江饭店的大堂 几乎保持了当年的原貌 它基本上是英国式的风格 它大堂气势很大 因为当时这么时间 就是在外台来讲 都是开银行 都是当时所谓英国上流人物去的 所以它的大堂里面全是拱圈 很高的 那么这个风格应该说 比较典型的英国的那种 那种大的宾馆的那种风格 好像有点贵硕的味道 修旧如旧的改造方案 贯穿适中 浦江饭店的每一处 都是历史的缩影 每一处都是优美的景致 而中厅可以说是最具美感的所在 这个中厅的做法呢 是类似于这个当时中世纪的欧洲的一些 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市中心啊 市政厅啊 或者是中心的那种大家聚会场所 二楼有一圈跑马郎围着都是木头的 那么大家可以从房间里走出来 一到看这个大厅 大厅里可以举行公共的舞会啊 或者举行很多宴会啊 这些公共的 那么屋顶的是斜坡顶的 有的时候有些玻璃在上面 太阳可以照进来 这种特色是非常明确 而且它用砖头器的 清水砖头器的 所以非常有特色 在饭店底楼 至今还有一个房间 完全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在这里 真正让人触摸到了 昔日的荣耀与辉煌 宽敞通透的房间里 英式的壁炉 充满抑郁风情的雕饰 传说中 附加使用的铅玻璃 依然如故 遥想当年 住在这里 该是何等的舒适与惬意 我们在饭店更新改造中间 将饭店的原有的老的风貌 都挖掘出来 修旧如旧 充分挖掘一下 浦江饭店的历史 要考虑到当初的时候 也是建造的特色 我们在修的故人中间 就将原来的历史面貌 都全部恢复出来 一百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承载着浦江饭店的足迹 与走过的历程 当夜的帷幕张开 滑灯绽放时 浦江饭店的美 便再也说不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